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在上午举办的研讨会开幕式上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王建朗 台湾退役将领陈廷宠 大陆退役将领方祖旗 台湾退役将领浩博村 以及国台办副主任龙明镖先后致辞 王建朗表示 日本发动的清华战争是中华民族的最大危机 反抗侵略 凝聚全民族力量是必要条件 国共两党一致对外 形成了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人民族统一战戒 他呼吁 现在应从全民族的视角来探究这场战争 台湾退役将领陈廷宠认为 前世不忘后世之师 此次研讨会在南京召开 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希望我们通过还原历史真相 令中华民族热爱和平 反对霸权主义的精神弘扬世界 同时来自台湾地区的退役将领浩博村也表示 抗战光荣历史是中华民族十分宝贵的精神文化资产 国共两党对抗战都有贡献牺牲 我们要把这份共同的光荣传到世世代代代的炎黄子孙 直到永远 我们要站在全中华民族的立场 我们要站在客观的立场 是年轻时代了解历史的真相 最后 国台办副主任隆明彪在致辞中表示 历史启示我们 两岸同胞是修气与共的命运共同体 分裂势力越想把两岸同胞分开 两岸同胞就越要更紧密的团结在一起 伟大的抗战历史招式 团结奋起的中华民族是不可战胜的 我们坚持为两岸同胞谋福祉的理念不会改变 为台湾同胞办实事 办好事的政策措施不会减少 我们将继续支持 鼓励两岸国界加强交流合作 促进两岸经济社会融合发展 不断增进同胞亲戚和福祉 本策研讨会秉承2015年11月7号 两岸领导人会面达成的共识 支持鼓励两岸史学界 共享史料 共写史书 共同弘扬抗战精神 希望通过对历史的探究 彰显中华民族奋起救亡的光辉历程 传承并弘扬抗战精神 对此两岸的退役将领们也纷纷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原南京军区政委方祖祺向记者表示 抗战是中国共产党 国民党以国共合作的方式进行的全民抗战 研究和谱写这段历史是整个中华民族 包括海内外同胞的共同责任 共享史料 共写史书 更是两岸命运共同体的生动体现 这个命运共同体应该说 不是今天形成的 早就形成了 抗战当中 更是国共两党合作以后 忽然撞破了抗战 赢得的最后胜利 那还不能说明是一个命运共同体吗 台湾退役将领周仲南认为 两岸共同书写的历史会更加客观完整 有着更深远的启示和教育作用 另外 针对史学界所提出的 中国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作用和历史贡献被低估这一说法 两岸退役将领在当天的受访中 表达了一致的观点 没有接受任何的援助 这多类制作抗战跟欧洲不一样 任何人要尊重的死 那就要承认抗战的伟大作用 对于第二次世界战争赢得胜利 起了非常重大的作用 研讨会举行的前一天 也就是5号晚 中华民族抗日战争时 学术研讨会主办单位 在南京设宴欢迎 与会两岸嘉宾和专家学者 中共中央台办 国务院台办主任张志军应邀出席并致辞 张志军表示 抗战的胜利重新确立了中国在世界上的大国地位 也使台湾重回祖国怀抱 希望此次研讨会为促进两岸同胞 共同弘扬伟大的民族精神 推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抗战所显示出来的 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 抗战的胜利就是这种民族精神的胜利 同样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也需要继续弘扬这种民族精神 相关话题我们来连线台北影博士 紫乔 时间交给你 好的 客主 感谢乐华博锈钢对本篮的大力支持 怕生锈用乐华 今天我们台北影博士请来两位嘉宾 分别是文化大学的邱毅教授 邱教授好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另外一位同样是文化大学的李孔志教授 教授好 主持人好 各位好 欢迎二位 5号晚间的郭台办主任张志军也出席了本次研讨会主办方的欢迎晚宴 那他表示抗战胜利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的胜利 希望两个同胞共同弘扬伟大的民族精神 那李教授您怎么理解这番话 我完全认同 我认为如果说对日抗战的胜利是中国赢得了最后的一个艰困的一个成果的话 我认为应该把它归功给整个中华民族 这才是中华民族真正最后的胜利 那为什么这么说呢 首先我来看 第一个从参与的成员来看 不止当时为了抵抗这个日本 在这个春王之秋跳出来对抗日本的所有的中华儿女 还包括许多台湾的民众 当时参与了这样的一个对日的抗战 甚至连海外的华人都共同跳出来 希望能够帮助中国能够打败当时的日本 从成员来看这个是无庸置疑的 我觉得最大的成就是从这一次的战争当中 整个中国人的民族地位得到了提升 台湾的同胞也因此能够得以脱离殖民国的统治 回到中国的怀抱当中 所以这个战争其实是很重要的 两岸人民同是中华儿女 对于这样一个这么重要性的一个大战 应该共同的怀念来纪念 而不是在这个时候去比较说 谁的功劳比较大比较小 我觉得这才是我们应该注意的地方 国民党的今天也是举办了纪念抗战80周年的大会 并连续两天举行的这个学术研讨会 像是这个马英九 吴敦义都有出席 这个民进党背叛历史 岛内的历史 这个纪念抗战的责任就自然而然落到了这个国民党的身上 那今年国民党的相关纪念活动的重点和目的分别是什么 邱教授 国民党当然面对了现在蔡英文当局要推动文化台独 要去中国化 所以这时候必须来大规模的高调的来纪念抗战活动 因为纪念抗战你才会使台湾的人民了解 抗战本身是两岸中国人共同缔造出来的一个伟大的成果 当时如果没有中国人的抗战 就没有办法把一百多万的日本的军队 把他困在远东的战场 恐怕整个二战的历史会完全的改写 那国民党在面对要去高调纪念抗战活动的时候 我认为对于反毒去中国化 是有他一定的贡献的 可是就像刚才我说的 还有李教授所强调的 你必须让抗战的真相 能够完全的呈现出来 其实两岸都应该敞开心胸 互相承认对方的贡献 抗战本就不是只有一个党在打的 抗战本来就是所有的中华民族的儿女 所有中国人一起打出来的 也只有中华儿女携手合作 我们才能再创造21世纪是中国人的事迹 谢谢教授说的非常好 那值得关注的是这次研讨会举办的背景之一是民进党去年上台以后多次研议要管制台湾退役将领登陆出席政治性的活动 那最终的结果是就是停发他们的退休金 但是我们看到这次仍有一批台湾的退役将领的不具绿营的政治打压 登陆参与纪念抗战活动 那李教授您如何评价这群台湾退役将领的做法 我是表达了高度的肯定 在现在这样一个民进党执政的一个氛围下 刻意的与中国大陆做了一些切割 并且去冷带冷却这个我们抗战的这个历史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 退役的将领 干冒着这种很可能退休金被抹去的这样一个风险 还愿意到中国大陆去参加一个纪念抗战 这个80周年的这样一个活动 研讨的活动 我觉得展现了这些军人 他们长期来的民族气节跟人格的风骨 我非常的肯定 非常的钦佩 那么从这个事件的发展来看 有几个是我们可以去思考的 第一个我认为参与文当局就是善用威胁 恫吓台湾人民 当然包括恫吓台湾的军人 这些职业军人 那么你可以看到他们的退休金 其实是政府与军人之间 长期的法律关系上面的一个给付 但是他却可以随便有一个 法律的新的条文出现 说只要参加了政治性的活动的话 可以任由民进党当局 把他们的退休金给没收没入停发 我觉得这是法律无故 那么他们这个不断的扩张 膨胀自己到了非法滥权的地步 总有天会遭受到台湾人民的唾弃跟反扑的 这是第一点 第二个我认为什么叫政治性活动 这个定义也太笼统了 抗战的历史是两岸人民 中华儿女应该共同关心 关注要来纪念的事件 他们不但不办活动 不办不办纪念 反而要打压所有愿意参与的这些台湾人民 我觉得这是最糟糕的地方 这个民进党当局大概不断的会用他的高压的手段 逐渐的去影响台湾 在整个对于中国的连结上面 整个对于抗战的历史的陈述上 论述上面 我相信只有力道越来越加强 最后一个我要认为是 国家统一 民族复兴 不是只有中国大陆同胞的期待 一定也是台湾人民的期待 这是两岸人民共同的期待 我觉得在此时此刻的当下 台湾的这些退休的将领 做了这样一个义无反顾的事情 台湾人民应该要支持他 声援他 好 非常谢谢二位的分析和点评 下面把时间交还给福州 克主 好的 谢谢紫乔 在下一节您将会看到 台海抗日记忆之物丰林家 我们海峡新干线之前 曾特地制作了台海抗日记忆系列节目 直次纪念中华民族全面抗战爆发80周年之际 我们重新选取了节目的精彩部分 让我们一起来回顾台湾人民可歌可泣的抗日历史 详细内容一段广告之后 我们会回顾台湾人民可歌 这里是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 我是爱客主 完美好钻六贵夫珠宝 本栏目由中国将星珠宝品牌六贵夫居民播出 1937年的7月7号 揭开了中华民族全面抗战的序幕 而早在1895年 自马关条约签订 清朝将台湾割让给日本以来 抗日的烽火就燃遍台湾 我们海峡新干线栏目 之前曾经特地制作了台海抗日记忆系列节目 现在直此纪念中华民族全面抗战爆发80周年之际 我们重新选取了节目的精彩部分 让我们一起来回顾台湾人民可歌可泣的抗日史 说起台海抗日故事 我们就不得不提到台湾的一个百年旺族 悟风凌家 在不同的历史阶段 这个家族无论在抵御外敌 建设地方 文化经商各个方面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更在波澜起伏的台湾抗日史中 涌现出了像是林朝栋 林祖密 林县堂等多位风云人物 悟风凌家是台湾省台中市悟风区知名的旺族 曾及郑军农商的势力而兴旺约一百多年 咸丰同治年间 林家弟子林文查率乡用效力清政府 因战功卓著 官至福建陆路提督 后阵亡于张州万松关之战 年仅三十六岁 林文查过世时 长子林朝栋只有十三岁 他自幼好读兵书 勤奋习武 1884年 法军进犯基隆 林朝栋奉台湾巡抚刘明传之命 率乡勇北上抗敌 因其所率乡勇营队 后被扩充为洞军 成为清军正规部队 然而当时中国国力衰弱 1895年 清廷将台湾割让日本 洞军被台湾巡抚唐锦松调回台中 队伍离开长期驻守的基隆失求岭 才走到新竹一带 就听说台北失守了 当年五月 清朝下令官员三天内离台 林朝栋本不愿走 要率部迎战日军 他说我这一趟去 如果说不信没办法回来 全家就放火烧掉 一砖一瓦 都不留给日本人 虽然林朝栋 又和日军决以死战的决心 无奈当时慈禧连发两封电报 要求必须解散洞军 否则以抗治论处 无奈之中 林朝栋于1895年 被迫退回福建 之后弃无从商 奔波在敏浙一带 并逝于1904年 年仅53岁 在他辞世后 他的儿子林祖密 并呈父亲的遗愿扛起抗治大旗 民国初年 林祖密陆续变卖台湾所余家产 大力支持在台湾的简大师 罗福星 张火炉 于清芳等人的抗日武装斗争 民国二年 林祖密决意放弃日本籍的时候 日方以土地 产业和贵族身份相诱惑 但是林祖密不为所动 日本殖民当局 因此没收林家山林两万甲 廉价收购水田两千甲 致其张脑制堂产业多遭废弃 所余资产不及原来的十分之一 日本人在官司最后一句 我跟他讲 如果你只要不离开台湾 接受我们的世袭贵族 你这个官司就会赢了 他就很生气 他就把桌子一踢 血吐出来 他说我堂堂大汉之名 岂能为财力而屈服于窝奴 在孙中山先生听闻林祖密的议举后 于1915年派人拜访 并邀请其参加革命 然而在1925年 孙中山逝世后不到半年 林祖密在福建被反动军阀杀害 年仅48岁 林祖密在福建革命期间 正是日本在经济和文化教育方面 进一步奴役台湾之时 务封林家留在岛内的子嗣 身怀国仇家恨 面对装备现代化 且极其残暴的日本殖民者 台湾民众的武装抵抗一时难以撼动日本的高压统治 以林献堂、林朝松和蒋卫水为代表的台湾本土精英 开启了以非暴力手段与日本殖民当局进行斗争的方式 他们组织师社、文社以维持汉学 抵制日本的文化殖民 林献堂倡导柔幸长期抗日 领导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 从1921年到1934年 历时14年坚持15次请愿 并与蒋卫水等人成立了影响深远的台湾文化协会 以唤醒台湾民众的祖国意识 林献堂成为日剧时期台湾民族运动的领袖人物 我们之前制作《物丰林家》这期节目的时候 还特地将《物丰林家》的后人林光辉先生 请到了我们台北演播室 听他亲口讲述他们家族不屈不挠的抗日故事 以及感人至深的家国情怀 这样照片是1928年拍摄的 那个时候已经日本统治台湾33年之久了 当时我们看到这么大一个家族 上上下下没有一个人穿和服的 我们家不止这个大节日不穿和服了 我们家是平常也都不穿的 我们是一件一件都不穿 而且我家的小孩子基本上也不读日本书的 我们都读诗书 然后到了年纪大了就到上海 到北京还是到厦门去读书 我祖父为什么会抗日一直到去世 也是从我家文化流传下来 我们说这是教育的问题 这汉文化是很重要的 所以很多人认为说林祖密 那种条件为什么要拼命拼到死 这也是教育 这是家里的教育的问题 所以我在想我应该从小我就认为 家国我们是搞得很清楚的 我们看到这个林献坛在1923年到1927年间 大力支持的这个台湾文化协会 像是办这个施舍 他在台湾日据时期发挥了什么样积极的作用 所有的台湾人民都不愿意被日本殖民 不愿意被日本的铁蹄践踏 不愿意被日本统治 这一股所谓的抗日的明星士气 就构成了一个主要战力的来源 所以你如果说武装抗日入线 我们看到非常的悲壮 但是你柔性抗日入线 我认为也必须肯定 因为像当时所成立的 所谓台湾文化协会 采取的就是所谓的 以柔性抗日的方式 那么去进行 让台民不要忘掉 自己祖国的中华文化 那这方面的贡献 当然是非常大的 在下一节您将 这里是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 我是爱科竹 完美好赚六贵福珠宝 本栏目由中国将星珠宝品牌 六贵福剧名播出 想要了解更多更丰富的两岸资讯 您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或者是搜索关注海峡新干线栏目 官方微信号 我们再来关注台湾方面的新闻 赠台大熊猫 团团和圆圆的后代 台北木榨动物园的大熊猫 圆仔今天满四岁了 圆芳为他举办了粉丝庆生派对 现场一早便挤满了兴奋的民众 铺满水果的大大双层蛋糕 四根甘蔗制成的蜡烛 台北市立动物园的大熊猫圆仔 六号迎来了他的四岁生日 圆芳很早就邀请了大小朋友 到动物园写下对圆仔的祝福 一同为圆仔庆生 还能领到独特的纪念藏书票 一二三日快乐 已经四岁的小公主 可不知道场外的热闹 只见她凑在蛋糕附近又瞧又秀 好奇的表情全写在脸上 就是不怎么动口 让民众和在场的记者们 等得很着急 仔细询问动物园方面 才知道原来圆仔正处于青春期 圆仔的话 它四月有一个发行期 那在现在呢 七八月等是它的假孕期 那假孕特别的比较特别的行为 就包括它的活动量比较低 食欲比较低 其实对很多事情都没有兴趣 包括其实对我们保育员的一些动物训练 亲近等等 它也显得兴趣缺缺 这是一个标准 承受母猫熊在假孕期的一个行为 这是非常正常的 至于今年初接受人工受精的圆圆 当天没有露面 只有爸爸团团在隔壁的场馆内悠闲的活动 动物园表示 大熊猫的怀孕期约在100至300多天不等 以历年监测圆圆的身体状况来说 七月中旬左右 就能知道圆仔会不会添一个弟弟或妹妹 据了解 大熊猫圆仔从2014年1月6号起公开亮相 从出生183克的可爱小不点 到如今体重100公斤的成熟少女 圆仔的人气始终不减 在下一节您将会看到 台立法机构临时会5号三读通过争议多时的 所谓前瞻基础建设特别条例 国民党台立法机构党团建好就收 不再抗争 民法基层支持者不满 详细内容一段广告之后 我们为您送上 这里是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 我是艾科竹 我们再来关注台湾方面的新闻 台立法机构临时会5号三读通过争议多时的 所谓前瞻基础建设特别条例 前瞻基础建设经费 从8年8800亿元新台币 改为4年4200亿元新台币 国民党台立法机构党团建好就收 不再抗争 引发基层支持者和蓝营民带的不满 对此国民党团召开记者会解释 所谓前瞻条例三读通过 只是第一阶段 下周国民党将在有关会议中 严审相关预算内容 届时才是真枪实弹 据台媒报道 台立法机构临时会7月3号起处理所谓的前瞻基础建设特别条例草案 国民党台立法机构党团颁税贷夜宿一场三天两夜抗争 经过密集协商 5号蓝绿双方同意将8年8800亿元新台币的预算 作为第一期四年4200亿新台币 附带条件为第七期满可提后续预算 但预算规模与七成不超过前一期 消息一出 台当局领导人蔡英文长出了一口气 向台行政机构立法机构一通感谢 随即下令称要把钱花在刀口 要让前瞻发挥最大效果 而蓝营支持者及部分网民媒体 却对国民党所谓监督失职深表愤怒 据台湾媒体的报道 不少国民党民代办公室电话被打爆 蓝营民代助理接民众抗议电话接到手软 新任党团书记长林维舟的社交媒体 也遭支持者留言怒骂 不要再骗了 打假球 以后票投得下去吗 林维舟随即召开记者会强调 对于结果虽不满意 但可接受 即这是整个前瞻计划的第一阶段 下周台行政机构要把相关计划和预算 送进台立法机构 届时国民党会严审预算 也呼吁民众继续给民进党施压 国民党团新任总召林德福 也在社交媒体发文灭火说 国民党当然可以坚持抗争下去 但是国民党最担忧害怕的 是坚持到最后 国民党跟民进党都不是罪输 人民才是罪输 林德福称 未来林全来台立法机构报告与备寻 所提预算内容 送所谓财委会审查后 再交付台立法机构二三读后 才能真正生效 这只是第一关 前瞻还没结束 我们会持续努力 想要了解更多更丰富的内岸资讯 您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或者是搜索关注海峡新干线栏目 官方微信 东南卫视台海资讯带节目365天 带您直击新闻现场 欢迎您锁定每天中午12点播出的海峡五报 和每天晚间22点播出的海峡新干线 我是爱科竹 在福州祝福海峡里安的同胞 平安 喜乐